位在三支区的有机农场占地约有1.3公顷 民国94年在青年农夫马文泉返乡后 开始与父母着手进行有机农业的发展 在农场中打起了温网室 种植叶菜瓜果以及绿猪笋等不下百种的作物 一来不忍年事已高的父母辛劳 二来也要在家乡的土地上运用有机的耕作方式 来宣示保护乡土的决心 回来的话是因为我爸爸他们年纪也大 那我爸爸他年纪真的要把他坐到头背已经快90度了 等下如果你看到的话就90度了 很不甘耶 然后再来他们都用锄头 锄头的工作模式就是他的量啊 或是效益啊效能会比较慢 那我们回来的理由我们想办法让他机械化 那机械化他的成本就会比较高 比较高的话你会想说 这个他这样利用太低了 那我们会再往外再一起扩展我们的耕种面积 啊也是符合那个政府的那个土地活化政策 对修根地活化 走进三支有机农场中可以见到文王市里一株株翠绿的蔬菜 还有透过自然生态法则蜜蜂受粉的小黄瓜 毛文权表示返乡从事有机农业减轻父母的辛劳 也将创新的想法带入其中 更在与父母与亲人的共同努力之下 复根了两公顷多的农地 再加上了土地上一转暴富 所以你回来之后 你爸爸的耕地有变多吗 有 我们耕做的地有变多 多多少 我们以前就是我们现有的说 就几分地这样子做 那我回来之后我们就变成说 我们自己的有验证的部分就是有1.36公顷的土地嘛 那在友善的部分就是因为亲戚的地嘛 修根地、复根的话 他这个土地他没法去做有机验证 因为土地的程序必须要有人家土地跟那个地主同意 不然我们没法去做一个有机验证的动作 那这部分我们就会做友善跟无毒的做法 然后再来这样子土地的面积加起来就是 是 差不多大约4公顷左右 他本来是机电的技术人员 然后他看到父母在务农的时候非常辛苦 那他就毅然而然地回到家乡 然后开始从事有机的工作 然后甚至在96年参加了飘鸟计划 那现在非常具有规模 这是我们新北市算有规模的一个有机农场 然后也参加我们的这个这个国小学童的这个有机蔬菜的供应 是非常支持我们这个市府的这个政策 然后最近他的这个竹笋 这个因为时间也到了 这个竹笋 这个已经开始采摘 然后也欢迎大家来做体验的活动 而福岛青农返乡的市府农业局表示 青农马文泉回到家乡后不仅是开始有机种植 也加入了飘鸟计划为农业推广而努力 近来也响应市府的有机蔬果供应校园的计划 造福临近的中小学之余 也身体力行 持续为农业来打拼 坚持有机这条农路成为老农父母的支持 也给予乡土最大的回馈 记者廖平函三支采访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